吉安湘112年第三次村长业务汇报 由乡长刘淑珍主持 率同了客室主管以及18村的村长及村干事 来进行业务联系 而这一次也特别邀请了县政府民政处长 明良真出席 共同来了解地方的意见和提案 希望能够联系县、乡、村 让基层服务顺利不中断 吉安湘112年第三次的村长业务汇报 特别邀请到县府民政处长明良真出席 共同了解地方基层的意见和提案 乡长游淑珍感谢县政府支持 让各项为民服务工作 从县到乡可以顺利连结不中断 我们县乡协力不是口号 所以民政处处长也立临针对于乡镇协力 还有所有地权、权属的村长建议 来作为一个完整的配套 甚至是共够的执行 在基层建设的提案里面 多方位的一个提案 针对于吉安全署以外的县级 还有中央级的所有的服务提案 我们重整来做完一个圆满地方 规划执行到位的建设施政 来做一个铺陈 尤其是在我们这一次 针对于村长的提案里面 一件一件的来把所有在我们执行面上面的完成度 困境还有整个执行的过程跟方案 结案的部分也一并做了很详实的来说明 也让村长的完成率可以达到90%以上 优素贞表示 每一季交开村长业务汇报 进行有效率的双下沟通 每一项提案也是全责交给各个主管科室 来处理有完整的执行进度说明 而这一次会议有39件的提案 透过村长直接向各科室分权提出说明 由县、乡、村达成最佳行动效能的深耕基层服务 戒略会既然相报道